能够胜利成功 2023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 及台湾国际晋零永续展 周三即将开幕 350家厂商使用1275个摊位 相比去年规模不仅扩大了28% 也创下新高 然来 那么它是象征的 象征着这个台湾的绿的实力 绿色的实力 以及晋周年 国际能源总署发布报告指出 全球2023再生能源投资 有望成长到1.7兆美元 经济部也预测台湾绿电 2024年发电量将达到1700亿度 占比渴望达到50% 台湾即将进入碳有价时代 产业加快国际近零脚步 以外销导向的这些科技制造业 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 这个减排跟绿电 对他们来说是 就是生死存亡 而今年展览重点 聚焦国际近零 太阳光电 风力能源 智慧储能 以及多元创能 包括了英国 比利时 德国 瑞典 丹麦 芬兰 都开设了国家馆 开幕当天 中美矽金董事长 徐秀兰 与联合再生董事长 洪传线 都将现身 太阳光电 做谈会 新唐人野太电视 曾一豪 曾鑫敏 台湾台北报道 好 请看一下中间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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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